当大城市还在头疼生不生的问题 现成人口基本盘只是纠结生几个的问题 人口的未来在现成 而不是大城市 过去的一年 人口情况是怎么样的 国家统计局发布统计公报显示 在2022年中 出生人口956万 死亡人口1041万 人口总数比上一年减少了85万人 自然增长率为负千分之0.6 答案很明显 人口已经进入负增长 所以如何促生 生了的如何促生 二胎三胎 行事逼人 太上老君积极入预令 有人口专家正准备为促生自掏药包 想通过撒钱来刺激生育 虽然简单粗暴 但是会不会有疗效呢 这里面有几个问题比较有意思 一专家花钱百姓拿钱 用钱促生这个逻辑好用吗 二到底需要发多少钱才能激励生呢 三给钱促生的模式会流行起来吗 点个关注不迷路 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些问题 梁建章博士一直冲在鼓励生育的一线 作为人口学专家 他写了不少的研究专注 成果很多 不断在为推动人口政策的改革而振臂高呼 作为成功的企业家 他又是协生集团的董事长 旗下的员工过万 早早就名利双收 财富自由 名人出现在网络上 其一言一行 自然更能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人口学专家梁建章 很懂得如何借用企业家梁建章的身份做事 就比如人口学专家梁建章 有发钱促生的构想 可以找到企业家梁建章 帮他金钱铺路 那铺的什么路 具体是个什么事呢 近期牺牲集团宣布 要推出针对全球员工的生育补贴政策 从2023年的7月1号起 入职满三年的全球员工 不论性别 每生育一个孩子 将获得每年1万元的现金补贴 发放至孩子满五周岁后终止 那这是准备花多少钱 影响有多大 受众有多少呢 经粗步测算 协程计划未来投入10亿元生育补贴 用于激励员工生育 那这些钱将覆盖到2万名新生儿 啥意思呢 翻译一下 就是说 从7月1号开始 只要你是在协程上班超过3年的员工 你要是生孩子 生出来一个 一年给你1万块钱 连发5年 多生一个 多一个领钱的名额 就是这么简单的粗暴 我生孩子 你打钱 那么 协程这么干的动机是什么呢 说到动机 企业家兼人口学家梁景章表示 我一直建议给有孩子 尤其是多孩的家庭发钱 从而降低家庭的生育成本 帮助更多年轻人完成生育一个和多个孩子的愿望 那这句话到底如何理解是好呢 人口学专家梁景章 空有报复 有理想 缺钱 那企业家梁景章 有钱 想回报社会 缺渠道 发钱促生 正好促成了企业家梁景章 和专家梁景章的合作 那么 协程的做法可行吗 花钱促生 一个孩子一年补天1万 连补5年 真能促生吗 生孩子 无非是三类人 第一类 是愿意生的 那你给不给钱 他都要生 他要传统接代 他要子孙满堂 那第二类呢 是不愿意生的 那你给不给钱 他都不生 他崇尚丁克文化 认为活着太厉 不想把下一代带到这个世界 那第三类呢 是没想好 生也行 不生也行 主要呢 是对未来不看好 预期不足 那对于 愿意生和不愿意生的 你给不给钱 给多少钱 对他要不要生孩子 这件事的结果 影响都不会太大 愿意生的 生个孩子白得五万 挺好 那不愿意生的 五万块钱 你就想忽悠我生孩子 那太搞笑了 所以分析给钱 到底能不能促生这件事 我们还是得把关注放在那第三类的人身上 生不生都可 想生目前不敢生的这样的群体 他们是怎么想的呢 前面咱们分析过 生不生都可 重点就在于 他更关注未来的不确定 那对未来不确定的这个因 就是导致他当下 对生孩子这件事 犹豫不决的果 唯有当前生孩子的收益 高过某一个临界值 他才愿意放下 对未来的警惕 迈出生一胎二胎 三胎的那一步 那这个临界值 就是他生孩子的收益 那比如生孩子呢 自己会不会失业 那怀孕生娃 会不会被单位开除 坐月子带娃 家里减少的劳动力 那收益 能否补足这部分收入的减少 那家里房子够不够住呢 父母帮带娃有没有困难 等等等等 那么接下来的逻辑 就是每月一千块钱的收益 能否达到这个临界值 那这是一个简单的数学关系了 那一千元每月 等不等于临界值呢 当然啊 生育补贴每月一千块钱啊 这个事儿 只要是在网上抛出来啊 内码会引起很多人反对 那这太正常了啊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啊 愿意上网参加话题讨论的啊 基本都是一线城市的 社交全靠线上 参与互动更积极 他们平时啊 上班工作忙 线下没啥活动 时间不允许 那家庭结构普遍啊 都是动辄单人收入过万 全家过两万收入的人 那对这一千块钱啊 确实它是不屑一步的 然而真正生孩子的基本盘 还是主要靠二线三线 十八线小县城的人口 那中国人口啊 在城市和乡镇中是怎么分布 那市领生育的那个人口家庭呢 它也是如此分布 那么哈 这生育基本盘里的县城人口 他的真实生活到底又是个什么样子呢 压力小生活慢 亦满足 第一哈 娱乐偏线下 生活节奏慢 县城人啊 平时上网顶多 他就是打打游戏 刷刷抖音快手 娱乐为主 那更多的活动还是围绕 线下展开 跳广场舞啦 打麻将啦 钓鱼啦 吃喝玩乐啦 享受的是人生 那因为哈 县城人啊 他不怎么喜欢参与网络话题的讨论 所以网评一面倒 不愿生孩的现象是偏颇的 那在调查上 它是有数据偏差的 那第二 收入虽不高 压力并不大 县城里面哈 普遍单人3000月薪到顶 全家五六千收入的水平 对于一线城市啊 月薪收入过两万的家庭啊 多一千 不过多了5% 而对于县城的人口啊 月薪收入五六千的家庭呢 多了一千块钱 可是啊 增加了17%到20%的收益 那这也就说明了一个现象啊 在关于生孩子每月补贴多少钱的那种讨论贴子里 总是啊 咱们能看到 有人说啊 给他一千块钱一个月 他就愿意生 那真实情况是哈 他们真觉得这一千块钱值 真的会愿意啊 领一千块钱补贴去生 因为啊 对于县城的市邻人口家庭啊 多一千块钱 每月的收入 可是十打十的增加了17%到20% 那这已经啊 可以覆盖部分养孩子的成本 那对于县城人口啊 一千元每月等于了这个临界值 等式成立了 他觉得划算 给钱他真的愿意生 那第三呢 追求少亦满足 能留在县城的市邻人口啊 一般以双职工为公务员 或者啊 单职工为公务员 另一方做生意为主 那他们啊 愿意留在县城生活 追求的是什么呢 追求的就是稳定 那本来哈 平时就有的是时间 如果钱上面能再宽余一些 怀孕带娃 它也不是什么困难事 那既然啊 钱的事通过补贴 能给解决了 那住房不够 没人帮带娃的事情 又怎么搞呢 毕竟哈 在大城市里哈 这些可都是一笔大钱呀 又得换房子 又得雇保姆 是不是 在一线城市哈 家庭添加了人口 置换住房哈 是个大麻烦 因为啊 要花很多钱 年轻人在大城市 打拼了很多年啊 攒下一来一套小房子 就已经不容易了 一旦生拔 再把父母从老家给接过来 帮他带娃 房子不够住了 就得卖了换更大的 那这可是哈 一个费钱的项目 生娃要置换住房 又是一笔大费用 一千块钱的补贴 属实啊 没啥大用 然而呢 这种事在县城哈 情况就有所不同了 从童子啊 这一年多来啊 在县城生活的观察来看 一般家庭都会选择 在孩子还上大学的时候啊 就给孩子提前置办好了婚房 或出租或闲置 当孩子大学毕业 结婚的时候装修一下 再入住 那起步啊 最差它也是个两室一厅 条件好的啊 甚至是三室一厅 大平成 父母住父母自己的 孩子住孩子自己的 那将来不论啊 小两口生一胎还是生二胎三胎 婚房都能满足要求 另外呢 带孩子还不用花钱顾保姆 因为啊 父母居住的近 帮带孩子也非常方便 那白天呢 他骑着电动车 十分钟呢 就过来带了 晚上呢 再骑着电动车回家 吃饭睡觉 那啥也不耽误 那这个优势啊 大城市 它自然是比不了 当大城市还在头疼 生不生的问题 县城这个人口基本盘呢 只是纠结生几个的问题 菊生淮南则为菊 生育淮北则为智 那生孩子啊 在大城市里面是个麻烦 那在县城里面啊 芝麻点事啊 它都不算 你是本科学历啊 你会认为啊 全国人民都是本科学历 可实际上啊 大学本科率啊 在全中国人口 才只有4% 那这就是认知偏差 那你认为的 和客观事实 它总是有出入 有时候啊 出入还非常的大 那补贴一千块钱 这个临界值 对于广大北上广深 一线城市的人口来说 只能算是毛毛雨 洒洒水 那对于县城人口 这仍然是一笔大钱 前面咱们算过 一千块钱啊 是每月增收 百分之十七到二十 那不管你认不认同 皆不接受 客观的情况 就是如此 一旦补贴达到了新的预期 县城里那些啊 可生可不生的 是愿意啊 为生孩子啊 它奴把力的 那童子年轻的时候啊 一直在北京工作生活 十几年 而最近这一年多啊 又在河北的县城生活过 有时候也觉得 挺魔幻的 县城每到周末啊 他就礼炮声不断 结婚呢 从来没断过 那傍晚去公园溜达啊 看到的都是家家 带玩散步 甚至哈 我去接我儿子放学的时候啊 经常能看到很多妈妈 骑着电动车 带着还很小的老二啊 来接老大 放学回家 县城人民的夜生活过得很充实 时间呢 过得很慢 这和我在北京那个十几年体验到的 快节奏生活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县城里啊 生孩子的特度 一胎生完了生二胎 县城和大城市里的生育观啊 确实不一样 所以协城集团梁简章董事长 这套发钱促生的逻辑 它到底成不成立呢 首先自然要交给时间给出答案 但是啊 客观上我也看到了 这一千块钱每月的补贴 确实会对啊 县城里面 适龄生女家庭的促生 有很大的影响和帮助的 那一旦生孩子给补贴 未来城市和县城之间 在生孩子的态度和行动上 势必要出现两极分化 人口的未来在县城 而不是大城市 另外哈 梁简章这套逻辑啊 还有一个好处啊 至少会吸引那些可生可不生的 一旦想生 他可能会啊 跳槽去梁总的协城集团 工作有保证 生孩子有补贴 企业啊 有人文情怀 那说起来啊 其实梁简章博士 在人口学方面 他还是一个很长情的人 从2007年辞去协城集团CEO 到斯坦福去读博士 2012年7月 梁简章 李建新等 五个人发起了 尽快启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全面修改的公民建议书 他早已啊 完成了 从企业家梁简章 到人口学家梁简章的蜕别 那如今呢 人口学家梁简章 在全国关注人口话题的浪尖 愿意拿出来十个亿 从自己的企业员工开始 真金白银的补贴 带动人们生娃 那是真正的说到了知情合一 真是配得上这专家的二字 2021年4月梁简章在财新脱口秀的表演 他也是围绕人口展开 当日啊 同时我有幸在台下非常近的距离啊 一睹他风趣的表演 那记忆深刻 回味也很无穷 谈指一回间啊 两年的时间已经过去 梁简章仍然坚持在人口领域中发光发热 使干家做实事 这样的专家啊 值得我们佩服 也值得那些啊 只值得割人民韭菜的专家来学习 那比如某专家啊 他在政界上不努力 反而在生发上面啊 玩命的使劲 一门心思在赚钱上下功夫 相较之下 真是高下力盘 至于啊 赚品年一万块钱的补贴 对协成集团2.5万名员工的促生帮助 到底能有多大 那回归童子前面的观点啊 就是要看他企业中 现成那个员工的占比了 当然啊 这都是童子一家之业 大家一看一乐 也就罢了 关于一千元补贴 对你的生育观 会带来什么影响 你会不会为了 这区区一千块钱 就去生孩子呢 欢迎咱们评论区一起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